欢迎观看我们的博客 这次的博客是 中国人抽什么烟 大家好 大家抽烟吗 大家喜欢什么烟呢 说起烟来 日本人可能马上会想出七星万宝路等品牌来吧 听说在日本有一百多种香烟品牌呢 那么中国人常常抽什么烟呢 中国有一些什么烟呢 这是很多抽烟的同学常常问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香烟品牌很多 据说有一千多种呢 这次博客就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名的中国烟吧 中华 中华来自上海烟草集团 中华诞生于1951年 一直是国家领导人的特工用烟和款待外国友人的国宾礼品 玉西红塔山 红塔山来自云南省玉西 是中国卷烟销量第一大品牌 云烟 云烟来自云南省的红云红河集团 是颇受欢迎的一大品牌 除此以外 湖南常德的芙蓉王 湖北的黄鹤楼 广东的红霜喜 浙江的丽群 南京的苏烟 四川的焦子 安徽的黄山等品牌也颇为有名 喜欢抽烟的同学去到中国时 请一定买包地道的中国烟尝尝 再见